马兴两国达成协议从8月10号起落实 互惠绿色通道以及周期通勤安排两种跨境方式 外交部部长拿杜斯利西山穆丁和新加坡外交部部长维文 今天发表联合文告说 第一种许可也就是互惠绿色通道 可让有重要商务和公务的两国人民跨境 但是必须遵守两国同意的新冠病毒防疫措施 包括接受PCR试字检测 至于周期通勤安排 则是让持有商务和长期工作准证的马兴居民 可以跨境工作 并在连续工作三个月后 可以回国短期休假 然后再跨境工作三个月 马兴政府将在8月公布通关 所需遵守的卫生协议和申请程序